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琐事要去处理 都有自己的种种难题要去解决 就不愿过多打扰 有时候想要分享一件快乐的事 怕被人说成是炫耀 想要诉说一件难过的事 又怕被人说成是矫情 思来想去只好一个人默默庆祝那些快乐 消化那些忧伤 当我们发现身边有那么多熟悉的人 却没有一个可以聊得来的人 当我们想要寻求一份理解和宽慰 最终却发现无人能懂 今天一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如上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一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知乎上有个话题讨论 你真正感到孤独是在什么时候 有个最高赞回答是这样说的 所谓孤独大概就是 有的话无人可说 有的人无话可说 孤独是人生的常态 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心事想要分享 有诸多情绪想要疏解 愿意陪你说废话的人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就是你就在我身边 却走不进你的心里 最尴尬的感情大概就是 两人相识却形同陌路 两人相识却无话可说 看到过这样一个短片 丈夫每天忙于工作 妻子在家做全职主妇 虽然两个人同住一个屋檐下 却陌生地像两个毫无相识的人 两个人的对话经常是这样的 妻子说 我刚看到五楼的陈太太 她女儿长得好快呀 过了两秒钟 得到的只是一片沉寂 妻子说 那你早点睡呀 今天隔壁买了电视 现在青菜好贵哦 得到的都是丈夫随口一说的 嗯 终于有一天 妻子忍无可忍 问道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丈夫回答道 没有啊 妻子又说 什么声音都没有 好安静啊 然后妻子红润着眼眶 离开了 丈夫终于意识到 自己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 完全忽视了妻子的情感需求 这才开始学着和妻子好好沟通 人到中年 发现那些没有废话可说的婚姻 都一点点变得疏远和冷漠 能够细水长流的感情 不过是有一个可以随时说话的人 赵又廷和高远远的婚姻 便是如此 赵又廷性格内敛 并非见谈 在节目中她被问及 回家后和妻子高远远是否话多 赵又廷直接回答 非常多 两个人都狂说 两个人一起体会油盐酱醋的烟火 一起准备美味可口的菜羊 两个人一起谈论日常经历的琐碎 一起聊些无关痛痒的废话 这些平凡的拥肠都羡煞旁人 记得楚音教授在奇葩说中 说过这样一席话 把海事山盟变成正确的废话 虽然不会让你再有新鲜感了 但是会让你很踏实 再浓烈 再深情的情话 都抵不过家长里短 琐碎拥肠的废话 愿你陪你说废话的人 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你身上 才能让人产生一种踏实和心安 两个人的感情 也在这一言一语的回应中 变得刻骨铭心 能读懂你心里话的人 看到过这样一句话 人到了一定年纪 越来越喜欢包裹住自己 深感认同 怕说出去的心里话 被人当作笑话 怕展露出的脆弱 被人看成懦弱 于是面对压力 面对情绪 我们越来越喜欢保持沉默 选择一个人默默承受 一个人慢慢消化 只有在懂得我们的人面前 我们才能痛快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在《我家那闺女》节目中 镜头呈现了无心 孤独无宅 丧的生活状态 平静生活下面 隐藏的是深深的焦虑 事业发展的迷茫 情感婚姻的未知 外界的质疑 内心的挣扎 这些都让她的生活陷入泥潭 她把所有心事都藏在了心底 只有面对好友沈灵时 她才敢于敞开自己的心扉 因为她知道沈灵能够理解她的境遇和苦楚 人生海海 知音难觅 其实我们不是不愿意说 而是不愿意和不懂我们的人诉说 就像一则网易云音乐热评写的 我其实并不孤僻 简直可以说是开朗活跃 但大多数时候我很懒 懒得经营一个关系 最主要的原因是知音难觅 这一路走来 我们一直在寻找的 不过是一个可以随时说心里话的人 他们可能是视彼此为朋友的父母 愿意守候你所有的悲欢 可能是视彼此为知己的同学 愿意倾听你所有的不安 他们懂你的欲言幼稚 懂你的真实感受 能看穿你的脆弱 你的逞强 让你觉得漫漫人生路 没有那么多清冷和孤单 成年人的期待很简单 有一个能够懂得彼此 愿意倾听彼此的人足矣 或许我们不会时常倾诉 但是只要有这样一个人存在 就会给我们愉悦你找 轻装上阵的勇气 能让你说真心话的人 有人说 想找一个可以随时说话的人很难 找个可以随时说真心话的人更难 或许我们都有这样一个通病 宁愿在陌生人面前 表露真实情绪 却不愿意对亲近的人说句真心话 在电视剧《小欢喜》中 季阳父母因为工作繁忙 从小把他送给老爷和舅舅带大 高三那年为了更好地照顾儿子 父母把季阳接回身边 然而季阳却对父亲产生很大的排斥 无奈之下 季阳阳的爸爸 以胜利者的网名和儿子聊天 季阳面对这样一位陌生人 才敢于把自己面临的心理困惑 通通如实诉说 父亲则以朋友的身份 去告诫儿子好好对待学业 也劝慰他理解父亲 虽然后来季阳知道了真相 他也没有责怪父亲 而是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 父子关系也渐渐和好 很多时候 我们不愿意和亲人说真心话 是对他们存在误解 更是怕他们担心 但其实亲人 才是最值得我们说真心话的人 在他们面前 我们尽可以退去所有伪装 可以放下顾虑 那些不敢对别人说的真话 不愿诉说的想法 都可以向他们表达 你是否有这样的感觉 为了生活 我们总是将自己 包裹在重重的铠甲之下 只有面对能让我们说真心话的人 才能感到一份安然 如今社会的现实 让我们活得越来越谨慎 人心的复杂 也让我们变得越来越防备 历经世事 才知道真心最可贵 能遇到一个可以说真心话的人 就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在这人生旅途中 每个人都省色匆匆 茫茫人海 有人走 有人来 愿意陪你说废话的人 一定是最在意你的人 能读懂你心里话的人 一定是最了解你的人 能让你说真心话的人 一定是你最为信任的人 如果能够遇到陪你说废话 心里话 真心话的人 请好好珍惜 因为他们是我们生命中的珍宝 余生愿你我经历黑暗和无助 有人陪伴 看过迷茫和彷徨 有人懂得 无论时光如何变换 都有可以随时说话的人 彼此守候 相依相伴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